你高谈我扩论 欢迎来到高谈扩论聊天室 各位相亲大家好 上一集的时候 因为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听得还蛮过瘾的 但是这集的话 高主持人有什么想法吗 这集的话现在变得好像有点冷清 没有啦还好 其实我是觉得说 最近看到一个报纸 这个是在2021年9月27号 星期一的时候我看到这个报纸 我一开始看到这个报纸说 奇怪澳洲新报 上面是红色的字这样子 大大的四个字 结果下面就是全黑的这样子的一个广告 用红字来写做广告这样子 好像是要来冲洗一下 还是怎么挖沟的 OK 那我就去读 这写什么呢 贾博士下台真相联盟澳洲 我们澳洲这边有真相联盟我都不知道 我在那边想说 这个真相联盟我是不是应该跟他加入一下 但是我早翻天也不知道说这真相联盟到底是谁 不过听彭老师在节目上讲说他好像也注意到这个真相联盟 他又说什么真相联盟跟我一样是有志之士这样子 然后就是觉得说蔡英文一开始是很挺他还买三只小株啊 这样子的一些年轻人 然后想说那年轻人那应该就不是我了 因为我已经是中年大树 是吗 所以真的是年轻人的话 那这样的话可能还是比较值得高兴啦 因为我就发觉说在我们这里的就是欧洲的大部分那些台桥的年轻人 组成那个什么欧台青啊 然后要组队回去投票的那种 所以我就觉得就会觉得说比较没有希望 也会觉得很有参与感因为我就是觉得我投不下去啊 所以就不要浪费这个机票钱啦 好像当时初选完了之后我就已经决定好说 既然初选的搞成这样的话 那这种人我一定是不能够支持 如果蔡英文真的是那三十六七年来这样子骗的话 即使他真的说他抗中保台 那你又怎么能够相信 如果选这样的人的话不是更糟糕吗 所以我觉得我就没有回去了 但是如果澳洲真的有那种年轻人的话 就是还是会觉得好一点 不会觉得说年轻人整个都没有什么脑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呢 可能都很有自己的想法吧 他们会觉得说那蔡英文他其实也没有在 照着他所说的这些政见啊 像什么司法改革啦 转型正义啦 放夜法啦 还有什么环境的问题 对啊 所以你看他一点都没有在做 他说风景污染要解决是下一代的事情 不是他这一代的事情 对啊 然后到最后这些烂摊子都丢给这些年轻人 所以我觉得说这些年轻人如果真的是看破的话 真的都应该要站起来了啦 因此还是要借着这个节目来呼吁大家一下 我们有这个台湾建国正名字线国际签上研讨会 所发起来这样子一种连署哦 这个连署就写得非常的清楚啊 写说贺德芬 彭文正和林环强 三位教授于2021年9月9日 在台湾立法院举行 怒门最后审判国际记者会 那这样子的连署文呢 请大家要再去踊跃的支持啦 因为这个连署文呢 非常的重要 他告诉我们说不分蓝绿不分党派 大家都应该要持守共同的台湾的价值 这个台湾的价值是什么 就是说你必须要有诚信 那你要诚信就要做什么 就是面对自己所做的错误 请站出来勇于承认 接受司法的制裁 不过说到这个我是非常的失望啦 因为台湾的司法好像都是 不愿意听着你在讲什么 没有真正的独立啊 大家就会记得说在这个 差不多2008年嘛 民进党那时候输最惨了 那时候不只是说总统大选 直接输了200万票 我记得现场也是差不多544万左右嘛 然后马英九就765万 一直到那个什么817的 不知道是真再假的 出来才超越他 817相信817 所以当时整个的那个肃杀的气氛 对于陈水扁卸任的时候 立刻就被逮捕了 然后立刻到后来还有这个什么 卫审先判啦 然后在审理之前就把他积压起来啦 然后之类的这样子 我觉得正因为如此 所以现在如果有一些还是觉得说 支持陈水扁前总统的人 那他们其实应该更加的要有这个 道德勇气要出来批判 目前这个也是非常不独立的 一直在保护蔡英文的这个司法 所以你就是一样 人同死心心同死理 如果到时候当时你们是这样子 就是觉得说要挺陈水扁的话 那其实我觉得应该就是要挺 台湾的司法公正 有司法公正的话 大家才不可能说是被冤枉 或者是说接受到一种不公正的判决 而且其实现在不是疫情的关系吗 所以其实彭文正老师 他也在要求那个说要法庭直播 这个大家也是必须要去支持的 而且你看喔 其实在网路上 特别是学位造假这种新闻呢 你会发现到说 最近台湾非常夯的叫做什么呢 高宏安的学历事件嘛 那高宏安的学历事件呢 我真的是不懂 为什么 这一个 他的指导老师 必须要把他的这个名字 放在他的自己 指导老师自己的CV上面 因为除非老师是要来 我的公司来上班啦 那这样的话可能就是会讲说 我曾经教过你 喔对对对 老师你要来就来 欢迎欢迎欢迎 这样子 可是就算是这样子 老师他也不会特地说 把我的名字放在他的CV上面啦 因为就是论事啊 这个是非常奇怪的一种情况 那个东西就是说 我觉得在开玩笑啊 说那位温达瑞 就是所谓的诚实份 他是被蔡英文欠了多少钱 他会这样子 因为他去质疑人家的这件事情 其实就是每一点都是在打脸蔡英文嘛 因为他就说 你那个指导教授的就是没有提到你 可是蔡英文的那个号称 他的指导教授的那个Michael John Elliott 记得是那个E-L-L-I-O-T-T 有两个T哦 不能学蔡同学那样 把那个用铅笔画掉的 这样一个T这样子 就是你指导老师的名字都会把他拼错 而且指导老师来台湾 当时访问陈前总统的时候 完全都没有提到 他有指导过这个人 这样子合理吗 这样不是比那个更加值得质疑吗 而且蔡英文在2011年的时候 不是跟了那个 就是可能有六个人 然后去那个LSE那边 也没有说回 所谓的回母校去找他老师 找他同学 然后找那些去怀旧的 也没有人请他演讲 他去什么亚非学院演讲 然后去找一些什么计登师 然后一些当时有争议的人 到底谁比较值得质疑 而且还很好笑的是 翁达瑞他还说什么 你的那个什么论文啊 什么研究方法不严谨啊 什么之类的这样子 讲这个都是对这个 明白论文们的这些同学 真的是很大的一种笑点 因为呢 我们的听众大部分 应该都是非常熟悉论文们的嘛 如果有不熟悉论文们的这些听众 其实我们也可以跟他们分享一下啦 这个 所谓的学位不严谨的话 谢博士 我问一下 你的博士论文里面 会错这么多的字吗 至少我的老师的名字 不会把它写错啊 对啊 当然在台湾的老师的名字 也是很难写错啦 就是王美珠 美丽的珍珠啊 所以你就是很难把它写错 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说 当然你可能会偶尔错个一两个 或者是说 引述的时候不太小心 然后你可能把一个二手资料的东西 以为它就是第一手的资料 然后拿来引述之类的 像刘成武检察官呢 他就引用了很多那个过去的一些 什么法界人士啊 然后说的什么证据 什么法则啊 然后什么其他的东西 就是什么因果关系 不要去讲因果关系 就讲出关联性啦 然后什么东西的就是 这种我觉得都可以 怎么讲 偶尔如果你出这一两个错误 我觉得是可以通融啦 可是如果说 一个东西就是 你完全就是自己去翻译 自己原来写的 然后去投稿 什么台湾的一些期刊 什么政大法学评论 然后台大法学论从 然后你又不说 这个东西是你原来论文里面出来的 然后也没有人引用过你的东西 然后还去规定人家说 2019年你好不容易 凑了一本东西 缴交到这个什么妇女图书馆 也不是他应该去的地方 然后又规定说 看的人不能够什么拍照 还是不能够什么带喝水啊 还是什么的 很奇怪的一些规定这样子 这个东西的话是很匪夷所思的 因为一般啦 大家就想嘛 如果你写一篇一本漏文 你好不容易完成了一本 然后结果你就 把它肚子高隔了 还说你毕业就想要把它烧掉了 然后之后也没有人看 也没有人引用 你自己也不想要把它公开 那你到底写这一本是要做什么 所以你没有任何的帮助啊 他写那一本是准备要一与八支啊 对啊 就你对于整个学术界没有任何的帮助嘛 因为你本来学术的成果就是大家能够分享 不然的话之前爱因斯坦 他弄了一个狭义相对论跟广义相对论 结果他想出来之后把它数字高隔 然后没有人知道他发明了这个 没有人知道他发现 或者是说用论述去导致出了这个理论的话 那之后就不会有Steven Hawking了 就没有其他的人可以根据他理论 去进一步推算 或者是去想象之后的一些发展了 那这样的话你这个理论就没有用嘛 所以我就不再知道说 为什么那些还有人去帮觉得说蔡英文 他只是学会还有他的论文是真的 对啊照这样子讲起来 其实我反倒觉得说那个翁达瑞 真的应该是没有收到这个为款 所以才真的写的这样子 照你的分析这样子来讲 因为你看说这个翁达瑞 他说他是什么呢 加拿大议委商学院国际企业讲座教授 OK 他是在2013年的时候投稿自由时报 这篇文章他自己讲的啊 那这个议委商学院国际企业讲座教授 其实就是所谓的诚实份嘛 所以在海外的这些台湾人 他们都知道说他就是诚实份 可是现在好像已经变成是一个网军的 这样子的一种代名词 因为在应该要上课的时间 他好像就是还是会发表这些文章啦 或者说来嘲笑人啊 或者说来随便讲这样子 可是我这样子听起来的话 这个陈教授啦 或者是翁教授啊 或是实份教授啦 好 anyway 对 不小心就讲出来 对不起啦 那这个不知道是实份教授还是什么啊 他就非常的喜欢来打脸蔡英文 没讲的一个东西 好像真的都是砍在这个蔡英文的论文门的 这样子的一种弱点上面 而且不只是 而且奉刺的是人家那个 奉刺的是人家指导教授 后来还真的出来诚信说 这个高博是当时真的是他指导 而且表现又很出色啊 对啊 就是来写的声明 然后很狠 我就觉得这个比较好笑 就要狠狠地把他打下去 因为蔡英文的指导教授 好像自始至终到现在 虽然说他可以说是什么死无对证啦 问题是蔡英文好像也没有对于 大家教授的什么过失去发表 任何的什么哀悼啊 什么之类的 所以你看他把我都要讲成说他已经死了 没有我觉得这个还好啦 因为这个最好笑的地方在这里啦 第一个他把教授的名字写错 OK 就像你刚刚所说的 E-L-I-O-T OK 我有好几个这些病人 他们的名字也说Eliot 这也是蛮常见的一个sername All right 一个T的是比较多啦 两个T的好像比较少 对 不管怎么样 你看他把这个教授的名字给拼错 然后再来他讲的那一句话 讲说什么呢 我现在的指导教授过失了 所以我可以把他名字讲出来 他就是巴塞罗啦 OK 对 然后来 对啊 那你为什么不趁他还活着的时候 赶快讲说 我的指导教授就是巴塞罗 对 有人欺负我 赶快 那个什么 教授赶快出来 赶快来救援 对啊 我现在可是中华民国的一尊的总统 对不对 然后在独霸一方的总统内 偏那一方 不是偏那一方 独霸一方的总统内 对不对 然后再来呢 赶快出来救援我 没有啊 他不是叫他出来救援 他就说 我现在知道 叫说过失了 所以我可以把他名字讲出来 我可以把他的名字讲出来 那表示说他没有过失前 你不可以把他的名字讲出来 那没有过失前 不可以把他的名字讲出来的话 那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就不能像这一个高宏安的事件 被质疑了说马上跳出来 帮你来澄清了嘛 所以这个实在是莫名奇妙 所以我觉得这个蔡英文 真的是 不知道怎么说 就是说 其实他的所有的反应方式 都是非常的不正常 而且不能够令人理解 因为一般人 你就很方便 会去想说 有人质疑你 那很简单 你自己床头 一定会有一本 你的博士论文 而且上面一定会有 该有的东西应该要有 就是譬如说 你一定要有一个防卫线 不然人家随便 把你的业数抽出来 或者是架上去 那不是就很方便吗 像在台湾 或者是在国外也是一样 就是说 那个论文一定会有 一个符水印 盖上去 所以这边就是 国图 那个是非常可耻 因为那本书 不明明就是你不知道来源的 还给他盖符水印 我觉得那个一定是违法 那个就是说 大家去看 蔡英文年 他自己床头那本都 拿不出来 然后一张一张的 还有有一些泛黄 有些不泛黄的 然后呢 有一些是靠左对齐 有一些是两边对齐 有一些是靠腰对齐 然后那个 对 然后还有那个铅笔 什么改的立刻白的 大家如果有一点点的尝试 或者有一点点的那种 基本的逻辑去判断的话 都不太可能会去说 这个是真的吗 所以我觉得怎么讲 汪达瑞他又不是说 真的是被欠钱了 不然就是说 他可能真的就是 他的良心就是真的 跟那本1984年的 一样 可能是dog eaten 或是什么样的情况 下一段再来谈吧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有,他叫我签个名就让我进来 是哦,OK,他应该是拿PICO 3给你签名的 OKOK,欢迎欢迎欢迎 老师今天有没有要跟我们聊什么 或者是说要跟我们讲说最近在美国的情况 还是说怎么样呢 或者是说这个官司的情况呢 对,我要来呼吁一下 即将要开庭罗伍国人们史上首次到台北地方法院的开庭 好事多磨呀 所以现在呢 真的哦 10月26号 那这个时间基本上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我没办法回去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很多人想要参与 但是没有办法参与 因为还是有一些限制 所以呢 我就不断的呼吁要求法庭直播 网路开庭 让更多的人能够参与 至少我作为一个被害 这个国家机器的被害 我总有发生的机会 所以我说大声的疾呼 问题是很不幸的是 刘成武检察官只回了四个字 没有必要 至于没有必要的原因是什么 他只字不提 因为他只想说没有必要 黑箱作业就可以了 对,所以 那现在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很多人想要看 也没办法看 所以我在大概差不多有三个月来了 一直持续的地壮要求 网路开庭 网路直播 没有获得只字片语的回应 除了刘成武的四个字 没有必要之外 所以我们就继续的 要求我们的这个法官大人 请不要在被告的程序上 跟被告应有的权利上面 跟我们计较 因为这是我们的权利 这么卑微的请求 我没有让你判我赢 你判我输没有关系 但是我希望我能够在法庭中 完整的陈述 也希望大家能够看到 这个法庭的进行 所以我就在这边呼吁 大家帮我一个忙 就是一人一信 要求网路开庭 可以激行到 台北地方法院给院长黄国忠 他还蛮习惯介入审判的 所以你写给他应该是对的 理论上应该写给法庭 不要写给院长 但是因为黄国忠很爱管县事 所以你若不写给他 可能会生气 台北地方法院院长黄国忠 地址是台北市中正区博爱路 131号 或者是打电话给他 23146871 0223146871 这是总机 要求他转给黄国忠院长 如果他不理你的话 你就把时间记下来 看哪一个总机小姐带呼指手 另外也可以写给我们这个案子的 成审法官 就是台北地方法院法官姚念词 黄国忠就是国家的国 黄国昌的哥哥 我也不是 他意思 忠孝仁爱的忠 台北地方法院法官姚念词 是这个案子的成审法官 也是台北市中正区博爱路 131号 电话也是0223146871 转什么呢 转6235 银骨 银骨 对这个银就是那 指口阴谋的银 这有点难写 对啊 就是那个 唐银 蔡英文决定不演了 不演了 那个演的右边 演缺水 他那个 还蛮忘记 他那些这个 这些什么骨的名称 都是怎么去决定 还蛮有趣的 对 这个值得研究 怪怪的 你再看 或者是你可以直接写给这个 公诉检察官 刘成武 通常是这样子 如果刘成武也同意 那就表示两兆都同意 那法官就比较没有理由 不同意了 所以刘成武也很重要 毛巾刀流 成就是那个 成先起后的成 武就是那个 比武大会的那个武 武术的武 甚至武的武 地点呢 也是台北市博爱路131号 电话也是 0223146871 但是转鞠骨 3811 转鞠骨 鞠是哪个鞠呢 就是一个马 在一个鞠子的鞠 就是那个两鞠 两马 就很好的马 叫做鞠骨 对 OK 不要转错 不要转到什么 屁什么 没有没有 那就是说 法院跟检察署 我也觉得很好奇 为什么他的骨别是怎么来的 对啊 真的不知道怎么来的 而且后面的号码也是蛮奇怪的 对 然后那可能是分期 刘成武的话 可能要请那种 心脏比较强 然后一样是很凶的 不然等一下他就笑说 不能够直播这样 不能够 打给我 其实我 其实会有他的手机号码 你会要吗 公布手机号码会不会出问题 如果没关系 我们就写有钱 当然不会啊 当然不会有爆青天 你还可以拦叫深渊 对 对 没有问题 OK 好 其实这个 我觉得是非常合理的诉求 因为现在这种疫情的关系 我觉得真的是蛮应该要这样做的 而且我记得 在网路上好像有看到说 英国 其实2020年的时候 他们也有颁布什么 2020年新冠病毒法 Coronavirus Act 2020 他们就详细规定了说疫情期间 政府可以采取的应对措施呢 包括扩大这些视频啊 音频在法庭中的适用 而且他也讲说啊 针对因隔离措施而受到限制的上诉 应当允许以电话或视频方式参与这样子的程序 他们都有定出这样子的合理的这种法律啊 所以我觉得台湾应该可以 不是说喜欢参考什么欧洲法啊 英美法嘛 对不对 那其实台湾也应该可以考虑这一件事情啦 我觉得这个台湾真的要进步啦 不然的话 都被人家怀疑说 这个是不是都是黑箱 或者是说打不开的潘朵拉的盒子 这样子也不好啊 刘春武的电话是0937456159 037456159 对啊他这么喜欢上节目 又这么喜欢推动什么司法被害人的协讯 因为我就是被害人啊 对啊 我的被害人啊 那我的这个相信我的这些一些跟我理念相同的人 去跟他拦教深渊这也很正常嘛 对不对 他平常不是来热心公益吗 对啊 喜欢执事司法改革吗 嗯 而且他都是这个直言不会嘛 所以对啊 可以大家可以打电话给他 对啊 对啊 礼貌哦 要这个留学查官就好 没有问题 小弟要提到你一个问题 不能跟我跟那个馆长那样 那那是不好 我们完全不在 不在 好 当然 好了我乱入完毕了 谢谢大家 好好 谢谢老师哦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 谢谢老师 OK好 云伦 我们可以继续了 老师要乱入完毕 哦 真的把我们给吓死了 真的快要到了那个万圣节了吗 不然的话 彭老师为什么随时会出现 在我们的节目 这个是非常的奇怪 不过 彭老师他其实 刚打的那个广告 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啦 因为 入门本这件事情 到目前为止 就像我们第一段所说的嘛 证据非常的充足了 而且大家也都看得非常的清楚了 为什么还是有人不愿意相信 我觉得很多人 特别是这些司法人员 他们其实是装傻啦 而且呢 你看说彭老师 他只是要求一个网路直播 网路直播其实是非常的OK啊 因为我觉得说 在这样子疫情 非常肆虐的情况下 你如果会担心Delta变种病毒 你会担心Mu 你会担心Alpha 你会担心Beta Delta Zeta Eta 对不起 我开始在背希腊文 OK 对 你会担心这些变种病毒的话 那你就开始 用网路直播嘛 OK 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嘛 网路直播其实在2020年的英国 3月25号 他们就正式的颁布 因为面对2020年新冠病毒 这样子的一种疫情 他们就提出了这个 所谓的新冠病毒法 然后就规定了说 在疫情期间 可以采取这些应对措施 特别是这个网路直播 诶 这非常的OK啊 对英国人 我觉得这个是我突然就会 因为这样有一个疑问 就是说 如果网路直播是可以的话 那那个行政法院要不要来直播一下 他们是如何判决 觉得说ICO 不公布这个所谓的口味名单 是可以的 因为他们去年就已经 透过ICO 他不是讲说 如果公布的话 会造成什么伤害与痛苦 所以 我是有点疑问 就是说 如果他们觉得 一般法院可以这样子 通过法律来直播 那那个行政法院 是不是也应该要来直播一下 让大家去看一看说 他们开这个会的时候的过程 虽然他不是这个真正的开庭 但是就觉得说 好像应该是要让大家能够透明一点 就是知道说 好像他们 虽然说 其实行政法院的这个 就是那个 Cuburnal Court 他做的不是一个认定事实 他现在只是说 好像觉得说 这个伦敦大学 他们已经提供了足够的资料 所以不需要再透过提供 那个扣回名单 然后口试日期 去见说 这个蔡英文的这个博士 是有 是到底是不是有得到 因为他们觉得说 原来的资料就够了 可是原来资料 显示的就是伦敦大学 并没有做出过任何回应 所以这点是让我觉得疑问的 因为去年英国 他们就一直在 就是这个行政法院也好 或者ICO 一直用那个疫情的关系 去推托这个 Michael Richardson 他的这个调查的请求 然后所以我就觉得 就觉得蛮奇怪的 怎么会 这个我觉得 还是要呼吁一下 他们如果真的要直播 或是要 其实直播精神 就是应该公正公开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他们以后应该真的要去做 更公正公开一点的事情 让大家可以幸福 这其实我必须要做一个补充 因为他在这一个 所谓的公开的 这样子的一种审判 他有讲得非常的清楚 他有说指引 是在新冠疫情爆发期间 他用电话或是视频的 这样子的一种庭审 可是你要注意到 这个所谓的被告 或者说所谓的要求 或者是说 他算是刑事方面的 或者是说是民事方面的 这样子的一个法庭 或者说行政方面的 这样子的一种法庭 他我不知道有没有适用 在这一个所谓的公开审理 或者说公开法院的 在审理的时候 在过做这样子的一种直播 因为他这边有讲得 非常的清楚说 他也必须要维护 司法的利益的角度 来思考如何进行 这样子的一种听证会 或者说在判定 是否适用视频 或者是音频的寄数的时候 法官会结合争议的性质 寄数的手段 给当事人可能带来的问题 以及公众是否参与庭审 等问题来考虑 所以如果会给当事人 就是蔡英文小姐 带来痛苦 还有伤害 damage and distress 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他们可能就会考虑说 那我们就不要公开 可是英国方面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你看为台湾 那就更奇怪了 因为台湾不是说 他们有吗 对不对 而且台湾的当事人 或是苦主 或是说被告 应该是彭文正 那彭文正 他如果彭文正教授 他现在已经乱入走开了 所以没有陈教授 应该不会被他骂 不然他等一下乱入又来骂我 不会 所以台湾的苦主 应该是我们的彭文正教授 我们的彭文正教授 他自己都不care了 他就说我请求 拜托 来开个这个直播吧 对不对 我觉得说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台湾其实 没有必要说no 英国有可能会因为当事人的痛苦和伤害 所以就因为他们就说这样子 所以就no 对不对 但是台湾我觉得说 并没有任何的这个角度 所以你这一点 我觉得是可以建议英国 但是也要看当事人的意愿 还有看当事人的情况 对啊 所以我们后来可能之后 也是可以预告 现在是还在准备阶段的 就是还是要呼吁一下 英国的那个伦敦大学 他们去公布 这个所谓应该要公布的资料 这样子 不能说 好像因为他没有公布啊 然后就法院说他有公布了啊 然后台湾的法院 如果按照英国的行政法院的说辞 以为这个是一个事实判断 然后这个台湾的这个法院呢 就拿来讲说 你看他 他人家都是这样子判决的 但其实对于彭文正教授来讲 变成一个看破的情况 因为 真的啊 其实就是 所以说 如果英国那边 他因为当事人 也就是这个individual 然后括号student 的这个所谓的damage 跟distress 然后呢 不能够公布 可是你影响到的是 台湾另外一个公民 或者是说 甚至你可能会影响到 美国公民啊 因为林环强原来是被告 他算后来不急述嘛 可是 你就等于说很多 其他的一些质疑者 都会被台湾的法院 拿你这个英国行政法院的判断 去看破的呀 所以 这个东西的话 还是一样 双方都要建议啊 那你刚刚说的就是 尤其是台湾的法院 那很简单嘛 彭文正教授当时都已经 他不只是说 他期待你开庭 然后期待你这个直播 期待你公开所有的这个资讯 他当时就已经 在这个黄伟不开庭的时候 他黄伟好不容易开庭 他就已经说 来啊 就是我 我就是 没有回忆嘛 然后我就是 每天都要讲啊 然后这个 犯罪之后 毫无这个 检讨反省啊 然后这个 行径恶劣嘛 所以 要求判处死刑嘛 很公开啦 所以我觉得说 既然这样的话 你那个法院 有什么那个 有什么好 去推托 然后不去 公开直播 因为你就很简单嘛 如果直播的话 大家 你真的判决是工程的话 那大家就会 从此之后 店头艺人不是 完全失去信用了吗 然后大家也不会相信他 这样不是对你 最好吗 对蔡同学最好吗 那对他好的 为什么不用呢 这个也是还蛮奇怪的 对啊 而且不只是如此哦 连我们澳洲也是一样的 来 跟大家分享一下 澳大利亚 联邦法院2016年 视频 庭审指引 OK 他说什么呢 决定 怎么样来决定 一方可以要求 透过视频连接 提供证词出庭 或是提交材料 但应当和另一方的当事人 来讨论 获得法院的许可 指示或命令后 可以采取视频的方式 当事人应当尽早 及早申请 提供足够的讯息 以便法院做出 是否允许视频会议的决定 所以法院是OK的 如果两方都同意的话 好吗 那再来呢 设备 法院在每个法庭呢 都会安装着视频会议的装备 为了保证所需的文字记录 法院一般会要求法庭记录员 记录视频会议的这个内容 所以表示说 澳洲并没有所谓的国防部 就是说呢 你要来调查的时候 他在就整片一片白 或是一片黑 然后再 这个记录怎么不见了 这样子 所以澳洲 我觉得说也是非常的先进 然后疫情期间呢 这个联邦法院的 这个新颁布的 这样子的一种 全国律师及诉讼参与方 网上庭审 以及Microsoft Team使用的指引 他也是讲得非常的清楚 他们还指定好说 用Microsoft的这个Team 这个通讯的软体 来做这样子的一种的 呃 审理 或者是说一种直播 OK 那这样子的话 你再继续去看哦 再看说这个所谓的 这一些呃 其他的国家啦 哦 哎 他有谈到这个德国 你想知道吗 呵呵呵呵 OK 德国 德国都是没有特别的注意 对啊 德国疫情期间 法院的 德国的法院 仍然会在运行运作啦 但是人数大幅减少 现场听证 会全部推迟的六个月 就在紧急情况下 才会召开 然后为了不拖延诉讼的程序 当事各方可以请求 一省法院以书面方式 做出决定 虽然德国民事法 诉讼法规定说 可以使用 这个所谓的视频的会议 但是实践中很少使用 因为大多数法院 缺乏技术设备 和视频会议的经验 且考虑到 如果当事人不在德国经验 此方法并不适合适 预计法院将不愿意采用 这样子的一种的选择 那德国可能会比较 比较那个 因为那个现实上的考量 对就是 人家那个 之前因为 我记得有律师 就是在批评 就是对我们的律师 之前在批评说 那个德国的这个法律 比较落后 尤其是说 没有那个陪审团 因为我们就是采用那个 现在目前台湾当局所 或者是华国当局所 采用的这个所谓的参审制 而且他的那个参审的人员 也都是非常少 所以可能就是 有法官 他自己去做出这个判断 因为可能他们觉得说 他们有足够的法律素养 跟够严谨的这个法条 那他们可能就会觉得说 可以做出相应相对来讲 是公正的判断 这个其实就是 所谓的大陆法系的那系统 就是说 之前有一种说法 就是拿破仑法典 如果你能够上面改一个字 那你一定就是法学大师 所以就是他们那个 大陆法系的人 就是靠着法典 然后靠着一个成文的法律 严谨的法条 然后就觉得说 他们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 所以他们觉得说有书面 然后就可以 或者是说当时人在当地 那你可能看到这个人 能够看到他的表达 是否常看 或者是说 看到他的这个状况 比较容易去掌握 那我在海外 你用那个视讯 然后可能他们觉得不放心 或什么 这个是我可以了解 因为其实 德国他们开始用一些视讯 或者是用 像是 现在还是用skype 然后在学校里面 开一些消负会议 也都是比较后来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他们法庭 这样做决定 我是蛮可以理解的 我刚刚也是这样子 就想像说 因为他们应该没有 如果有的话 我听我法律系的同学 应该会提到 可是没有提到 应该是在就是说 他们没有在用那个 比较远距离的这个方式 对啊 进行这样子 所以可能各个国家 的是不太一样 对啊 对啊 我刚刚就是特别想说 用那个视讯 然后用那个 就是法庭直播 这样子的一种说辞 这样子 因为可能我怕等一下 有听众有一些乱入的英粉 会说 那个报道里面 怎么都用视频啊 然后怎么会是被抹红 这样子 所以 刚刚来 对 但是其实我觉得重点 还是说 对啊 对啊 我在想说 其实 这个非常的简单 连彭文正老师 对不对 远在美国 都有办法来乱入 我们的这个录音间了 那再来呢 连英粉都有可能 来乱入我们的 这个广播节目了 那为什么不能够法庭开直播 我实在是想不通啦 技术上都可行了啊 对不对 而且你刚刚听彭老师的那个声音 也是非常的清楚啊 所以我觉得说 这个法庭直播 也真的是应该要考虑啦 这个所谓的华国政府啦 不过我们下一段再来谈咯 对对 嗯 不要问 不要说 一切尽被封存中 这一刻对着尽头 让我们快快地带过 无法守护目为头 当我提起这卷踪 它只怕泪湿轻轻的滑落 愿心中永远有欲望的卷容 让你出席每个司法诉讼 几时愁 几时有 作弊难免苦与痛 你写过才能真正懂得 去朝夕和平走 自然写前好愁 昔日没交今日愁 当雨过许许多多刷他头 愿真疯 永远封存交之内容 让他撤销每一个司法诉讼 高法院 天空虽然在眼前 平常见 天正显得很相远 若有缘 有缘 有缘期待那天 你和我重逢 天正显得很相远 若有缘 有缘 有缘就能期待那天 你和我重逢 在灿烂的花园 不要问 不要说 一切尽被封存中 这一刻 记着尽头 让我们快快地带过 我把手握摸回头 让我提提四圈走 远行中 向着烟纹告你到每一个春夏秋冬 这就是很久没有听到的这首 也算是笑歌了嘛 真的是高主持人的一个大部啊 但是我们说到这个开庭啊 或者是刚刚提到什么直播啊 其实都一直围绕着蔡同学 就觉得说 其实有时候也是蛮无奈的 说说台湾竟然这个华国出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然后大家围绕着他这样一直浪费时间 不过说到这个 好像 那个您最近有没有在 有没有还在follow这个蔡同学的脸书啊 诶 诶 你是说我吗 诶 我真的给他忘了诶 我在脸书上就直接那种直接跳过不理他 因为我觉得说他根本就是一个网红嘛 根本就不像总统的般 不过拍谁啦 还是要follow一下 诶 我看一下 诶 有诶 16个小时前呢 蔡英文她说什么呢 来 版主好久没有用的马赛克机器来讲读给大家听 我的IG就要破90万人追踪了 邀请更多脸书上的好朋友一起加入 这段期间 不管是在脸书的留言 或是IG上的陪伴 感谢大家持续给我鼓励与建议 因为疫情的关系 最近比较少和大家面对面接触 大家有没有想问我的问题啊 我将拍一支影片来回复大家哦 也感谢大家在IG给我的支持哦 马上来我的IG私信 这些问题给我 记得加上 警号 IG900K 这样我才说得到哦 救命 所以大家其实好像其实怎么讲啊 我是IG的话 因为那个都是发照片为主嘛 所以我是比较少用啦 不过如果大家要去问问题的话 就还是可以去问啊 因为其实有很多问题嘛 就是例如说 他说那个什么 有博士 有学位就有论文啊 所以他既然说他有学位的话 那应该就要给大家看正确的论文嘛 不是一张一张一页一页的那种啊 对啊 然后 对啊 看还有什么问题嘛 好像网友他们也有一些其他的问题 有啊 我看到说 好像彭老师他有提出好几个问题 给建议给大家 各位同学 请把题目给他抄下来哦 这个问题呢 都可以拿去问的 这个是考古题哦 OK好 这考古题呢 考古题第一题就是说什么呢 论文编号 请问一下 我们的伟大志军统帅蔡同学 您的论文编号是哪一号呢 1 817号 2 9478号 3 00000号 4 1.5号 OK 5以上皆非 OK好 第二个问题呢 考古题泄露给大家啦 星期天口市的地点是在哪里呢 1 波士顿 2 休斯顿 3 伦敦 4 呃 台湾 好 好 来 这个也是考古题哦 给大家 来 在下一题的题目是什么呢 请问一下蔡同学 您的论文题目是什么 1 Unfair trade practices and safeguard action 2 Law of subsidy and dumping safeguard Dumping safeguard还是 Law of subsidies Law of subsidies Dumping and Market safeguard 对对对对对 我每次背到这个都会背错 还是我的 还是我的现博士比较有悬问 他都背得出来 哈哈哈哈 还有一个是 Safeguarding Domestic Market 你这样子教 2011年的时候 讲了最多次的一个 因为其实这只有三个字 比较好记啦 而且 根据党教授的说法 这个好像也是唯一一个 比较好 合乎文法 就是说论文法什么 没有错误的题目这样 对啊 呵呵呵 我自己是真的都背不起啊 难怪 你可以拿得到0.5个博士 我连一个都拿不到 因为我连题目都背不出来 题目都交不出去 也拿不到 拿不到任何的学位 啊 开玩笑啦 OK好 所以 还有很多题目吗 当然啦 还有一个考古题一定会考 这个 Changing world 之类的这样子 对 呵呵呵呵呵 OK 您这个优等生已经把这个考古题都已经准备好了 呵呵呵呵 OK 好 好 那我们再下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下一个考古题一定会考的 哎 大家同学要做笔记啊 OK 老师有在 不是老师啦 那个班长是在讲啦 哎呦 我也不是班长了 包包才是班长 OK 好 口识委员 哎 请问他的名字叫什么 1.Michael John Elliott 2.Basalo 3.蔡英文 4.蔡英文的姐姐 5.蔡英文的圈圈叉叉 我不知道 OK好 所以呢 这有了我们的宇宙政经学院的呃 彭文正教授他已经出了4个考古题了 这4个考古题呢 请大家呃 不要迟疑 就是直接拿去他的这一个IG去问他咯 救咪 哈哈哈哈 不过老师讲啦 这个其实哈 说实话 这个其实非常的呃 怎么讲呢 我觉得他 讲这些问题 那结果你知道吗 在PTT上面一堆人 他们就要问的问题是什么呢 他们想要问的问题 来读给大家听一下 来 第一个楼主他讲的问题就是说什么 你以为这咖会给你支球对决吗 他都看稿的 哦 这个要给100分 因为他讲到的事实 抽中的重点 因为他一定是看稿的读稿机 好吗 第二个 对 第二个乡名他问说 要问的问题是什么呢 说哦 这只宝可梦哦 很在乎他的触及率哦 哦 哎 这个也要给100分 因为他是非常在乎他的触及率啦 哦 所以他上面想说 欢迎大家到IG来私讯问题 我会亲自回复 他亲自回复 我真的不知道说 他有没有办法回复下面这个问题啦 来 下面这个问题呢 我要给他101分 他问什么呢 请问1.5个博士口尾是哪三个啊 OK 然后再呢 又有人就回答说 去跟你老板说啦 这个问题是什么 OK 还有小明的回答是什么呢 说去问矿业法什么社会通过啦 我是问说矿业法防治法三件进口疫苗啦 OK 社会安全劳网 劳工 网络劳工的权益保环保 他的意思是什么 社会安全网还是说是网络劳工 网络劳工的话也要注意一下1450他们的这个权益环保 网络劳工 社会安全网 应该是社会安全网 网跟劳工啦 对啦 社会安全网跟劳工啦 而不是社会安全网络劳工 我读着这样子 对啊 他当时其实就是在那个什么 当时有一些什么随机杀人的事件嘛 对啊 然后尤其是当那个小灯泡的那个杀人事件的时候 他说要建立建构什么社会安全网 但是现在大家要记得的是一件事情是说 上次就是也有提到说不只是好像是马来西亚的 好像是在台南还是什么的 遇害嘛 对啊 然后那个其他的 现在其实没有社会安全 因为现在其实就是打 如果打一个没有第三剂通过的疫苗 然后猝死的话 政府告诉你说 这跟疫苗无关 所以你的生命安全怎么怎么保障 对啊 这个其实就是 然后那个立委 例如说就是有些立委啊 他们其实原来也是 赞同说他打破这个黑箱了 结果现在 对啊 好像也有人问三加十一的嘛 对啊 对啊 有有有有一个 有一个就问说 问他三加十一要谁负责啦 对啊 所以说就是 现在整个的那个社会安全的 最危险的一个因子 就是在总统府里面嘛 他现在说他要来回答问题 对啊 所以 所以我觉得现在是 他可能面对这些问题的话 可能就会挑一些 他觉得可以回答的 例如说什么 那个 他养的狗啦 他养的猫啦 是如何领养的啦 然后那个什么之类的 这种可能 他会回答啦 然后可是如果你真的问他 什么口味是哪些啦 然后矿业法啦 然后什么社会安全网啦 然后还是你要问他说 空气污染是哪一代的人该负责的啦 我觉得这个东西 他可能就直接跳过 直接无视了吧 嗯 还有人就直接问这个问题啊 就像你所说的 谢主持人 他有人问说 什么时候打得到 非高端的疫苗 他们要打不是很高端的疫苗 这也是蛮悲哀的 说实话 虽然说我笑得出来 但是这个问题 我觉得是蛮实在的 真的要问 他问得非常清楚啦 为什么硬要推高端 是因为他非常的高端吗 还是说因为他可以让你提早去云端 对不对 这他问得很清楚嘛 然后再来呢 他有一个说什么 问说网红触及率啦 或是说什么 想问你为什么那么爱用网军来造谣 这个问题也是不错 大推啊 这个问题应该要推一下 因为他直接去问他说 为什么你那么爱用网军来造谣啊 对不对 明明根本就没有的事情 比方说之前我们在讲过的 什么那个假照总统府的文件啊 那个一看就觉得说非常的莫名其妙嘛 假照总统府的文件 然后来讲说会有认知作战 其实我觉得说 他自己才是最大认知作战的这个来源 对 就是网军也是造谣 而且其实他们有网军不只是这样子 他们还会可能就是说 把你的一些作为去抹红其他的人啦 或者是去抹黑啦 或者是去谋杀别人的名誉啦等等的 其实就是网军的功用很多啦 对啊 所以就觉得说这样子的话 怎么讲 就是现在这个时代就变得变得非常的奇怪 就像刚刚您不是在阅读那个联署吗 而且其实您一开始提到说 这个什么真相联盟 他们也有发那个联署吗 对啊 结果在在台湾的话 好像我记得就只有那个中国时报 他们去也是登载了这个真相联盟的这个联署吗 嗯 对啊 然后呢现在呢就是好像也许就会有人说啦 说你看为什么你们去跟那个国民党合作啊 然后那个什么去跟统媒合作啦 然后那个什么之类的 就是彭文正老师他也去国民党去演讲啦 然后他也去参加什么台湾同乡联谊会啦 然后什么之类的 就是这些可能又会让那些以翁达瑞这个名称这个标题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他没有发表言论啦 但是其实他就是一个现在就变成一个网军代表嘛 无论他是什么陈教授也好什么翁教授也好还是什么的 变成一个网军的代表嘛 所以他们现在可能就又会讲说啦 那去跟那些人合作啊 让你是别有用心别有居心嘛 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他们在2019年开始就已经这样做了 因为那个时候赖清德他要参加初选 然后挑战蔡英文女士的时候 就已经当时那什么郑宏怡啦 然后什么三立新闻台的一些节目啦 什么前进什么新台湾民事的啊 然后什么之类的 就都不让赖清德上去嘛 就刻意封杀他 所以他就只好去其他的一些节目 然后就有人说你看赖清德连蓝媒都上啊 他就要去抹红他嘛 或者说你看他就是抹蓝他啦 然后说你看他就是这个跟他们合作的嘛 所以你就不能够信任他 但是大家可能就是没有记得 那个2012年的时候不是有一篇那个什么 从那个吊车尾到优等生嘛 就是您说那个是到中错生嘛 那篇文章不是就是联合报记者写的吗 是啊 所以你就回去看说蔡英文 为什么他的第一篇专门的报导是联合报记者写的 我一样可以说你蔡英文他不是跟蓝银合作吗 跟同事合作吗 所以就那些网军到现在为止都还是这样子嘛 就搞这种双重标准的 真的啊 而且你看哦 我们就有网友就很感慨在那边讲啊 来把这个网友的感慨读给大家听一下 汪达瑞当然是网军的一部分 因为民进党呢操弄舆论这一块已经玩得驾轻就手如火存清啊 各个论域呢都安排有带风向的打手啊 例如什么呢 例如说在学术界呢就所谓的汪达瑞啦 还有所谓的李宗志啦 还有什么呢 江亚齐啦姚孟昌啦 然后在律师呢 呃 包括说那个林律师嘞 对不对 那个吕律师嘞 OK好 那网红呢 还有什么呢 还有一个说什么 他叫说他叫什么胡扯平 这个是谁我不太清楚 还有什么486啦 还有什么焦糖啦 什么有的没的 OK 那艺文界呢 还有什么梦买春秋啦 什么什么类似这样子 然后名嘴呢 更是竹法很不及配材 所以我们这个网友他就很精辟的讲说 各司其职啦 针对议题呢 在脸书或是各平台发表言论 然后这些媒体 像三明治媒体啦 鹰派的媒体啦 苹果啦 等就跟进来报导 在台湾形成舆论的风向 而台湾人呢 在他的观察下 他认为说 爱跟风向的习性 郑重民进党的下怀啦 高端这样子不符合国际标准的疫苗 也可以成为好棒棒的爱国疫苗 可见呢 台湾人的脑真的是超好洗的这样子 一下洗就可以非常的白 然后忘记说 这一个人之前做过了什么事情 或者是说 马上就会相信说 这些人所说的事情 一切只要讲说 我是为了爱台湾做出发点 然后大家都跟你敬个礼 举个弓这样子 然后一切都只要透过 打国民党 然后再就可以 大家再跟你 敬个礼 敬个弓 不就是这样子吗 敬个礼 敬个弓 然后呢 其实我这边 我其实就是会想要回应一下 之前有一位 可能也是听友吧 他可能也是有时候 常常蛮喜欢提出一些意见的 因为上次我们在访问彭教授的时候 好像就是彭教授刻意要来卷舌一下 开个玩笑嘛 然后您就说可能他就看鱼儿上游这件 这个来开个玩笑这样子的 然后就是有网友就说这个看鱼儿上游 这个已经玩太多了 已经就不好笑了这样子 那其实当然我们讲鱼儿上游这个事情 也不是为了要来搞笑了 所以我就是想要趁机来回应一下 因为您刚刚讲到说 那个网友在感叹 那个在感叹说台湾的人很好被洗脑嘛 就是脑子很好洗啊 所以其实我觉得其实就是 因为这个脑筋里面没有真正独立出来 独立思考 也没有独立可以解除这个原来殖民 就解职的这种想法了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说 之前礼仪留下的这个他没有被解决啊 而且蔡英文说要解决 要怎么转型正义啦 要司法改革啦 也都没有真的改革嘛 所以其实就是因为蔡英文 他的这个说是 过去就是谁没有选择服从 这个其实就是他内心真正的想要想的嘛 所以他现在得到权力 他才想要说 用透过各种各样的方法 就是要让你服从嘛 然后呢就是借由一些 如果偶尔呢有一些小小意见的人 但是没有办法能够伤害得到他的 他就可以让你在那边 偶尔像四叉猫一样啊 去做一个什么抗体检验啊 然后说抗体很低啦 可是事实上呢 目的就是为了要 后来做一个比较高的抗体 然后来说你看 你们这些人就是要来黑高端的嘛 就是用这些网军 然后用那些很奇特的一些 原来小骂大帮忙 或者是说其实根本也没有要小骂 然后事实上呢 又说他其实是在钓鱼 所以因为那个 我是原来就知道说 四叉猫就是一个那个 应该就是一个阴粉啦 我之前就有这样的认知 所以我觉得他不可能 是为了黑高端 才去做这个抗体的检验 这是我原来就有的认知 但是从这里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说 现在真的是越来越进步啦 因为现在其实其他的 其他的真的三军 都没有什么用处啊 只会在那边唱歌跳舞 比就咪嘛 对啊 所以真的就是变成一军啦 就是用网军 然后就可以真的是 治国而且还行骗天下 这么多年 实在是还蛮悲哀的啦 说起来的吧 其实还好啦 反正在怎么样的一个年代呢 都会有很荒谬的 这些独裁的人跑出来嘛 所以呢 我觉得说 我们下一次可以好好再谈咯 那这一集就先谈到这里咯 大家拜拜 好谢谢各位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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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